时间来到9点46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指数上涨71点 来到了14543 今天的盘也很漂亮的上扬 倒数两天的一个封关 这个倒数计时了 现在今天盘面上最强的 苏华跟赵子强了 可是反而运输开始走弱 怎么来看这资金的悄悄版呢 帮大家邀请到我们专业的分析师 我们的这个范将红老师 正好老师早安 一轩早 正好老师我们看到天气变得很冷 可是台股还是很火热 可是族群不太一样了 今天大家去抢当钢铁人了 老师怎么看待呢 好那我们还是先谈一下 大家可能手上会有的这个 航运族群 对要怎么办呢 因为昨天早盘的时候 我才跟大家讲 然后说长荣这个部分 是有那个海外的可转载 海外的不是国内的 然后大概有四十几万张的 这个可以转换成现股卖出 所以昨天爆出这个大量 那我昨天有说过 昨天长荣就看 昨天的多空的角力 到底是多方把这个卖盘 全部承接走 还是这个卖方获胜 因为看起来是 好像是势均力底 因为昨天收了一个十字线 K的十字线 那我觉得说整个长荣来看 就是说昨天的低点 31.15 36.15 就最好不要被收破 因为收破的话 等于昨天的大量是 买进的等于是全部都套牢 那当然说 昨天是很多的当冲量在里面 因为昨天整个长荣的成交量 好像就占了台股的那个 总成交量大概是接近10% 那是蛮夸张的 因为它并不是全职股 那所以整个航运族群 在这个长荣啊 阳明 旺海都爆出大量的状况下 我觉得看法就很简单 就是都是看好昨天低点 就不要被收破 那但是我是觉得说 航运这边资金势必是 有机会要去做个撤出 因为真的来说 那个长荣阳明 旺海 接下来都已经蛮接近市场目标价 那当然虽然还有可能会再去 调升这个目标价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爆出大量之后 可能要留意 因为毕竟它是高档报道量 不是在低档 如果低档报道量的话 通常是阻力的布局量 或是那个解套卖压的量 被阻力吃走之类 可是高档报道量 我还是觉得大家要小心一点 这个部分可以请大家多留言 大家散装航运的部分 就是虽然说这个礼拜 也算是有跟上走出一波行情 不过今天也是 整体来说算是比较疲弱 那我觉得说 大家也不用说 记着说这边就记着说 有一点就要去做布局 可以观察个几天 看他们的整理状况 那当然说今天钢铁 就有轮动过来 其实昨天 我自己在房口搞 其实经常说 昨天盘中就有发现 然后说 这个钢铁这边开始 有在动的感觉 就是直径开始有流过来 那今天很明显的 就变成说 盘面的主流就在钢铁 那主要还是相关的 这个不管是铁矿砂 今天涨的好像是在 不锈钢的部分 对今天主要涨在不锈钢 主要是这个华欣 就是有去调生 那个不锈钢的报价 那整理来说 就对这个不锈钢就是 比较热度就开始来了 那像是这个 今天是2032的新钢 已经到涨停 那其他像张员 有翼 像这个1605的华欣 还有这个之前涨最多 这个2027的大成钢 那今天都有表现 不过我自己是认为 这个大家比较要去注意 应该是上游 因为上游的 这个钢胚 这个钢胚 或者是H型钢这一类的 其实或是说 所谓的钢筋 钢条这一类 比较偏上游 其实跟铁矿砂的影响 是比较直接的 所以像这个 大家说中钢 这大家都知道了 像这个威智 风芯 通常钢铁 那或是说到这个海光 虽然说今天算是 钢铁面比较疲弱的 不过我觉得这几党 反而是 应该是钢铁面 真正的社会族群 因为毕竟来说 整个铁矿砂报价 是持续在做一个创高 虽然说这两次有整理 那我觉得接下来是 持续在做一个创高 我觉得是蛮大 因为毕竟大陆的基础建设 像还有台湾的 明年的土地的建案发放率 也是成长 还是持续在做成长 加上这个 大家都知道台商回流 那个厂办相关的建设 这个设置 也是持续在成长 所以在这个基础 基础建设的部分 就是这几党 这个钢铁钢条这类 我觉得是可以 持续去做留意 那当然说里面的话 可能最近最强势 已经被打入警示 是这个2038的海光 那海光是在高涨震荡 那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 最近其实整理 已经整理一周多了 像这个2006的东河钢铁 目前是回设十字线 或者说像这个风芯 风芯也表现不错 还在五日线之上 那另外大概就是 像这个2028的威治 目前也是在五日线之上 做一个横盘整理 那我说今天这个 虽然说相对没有强势 那后续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做留意 那冷热钢卷的部分 像是知道说 好像美国那边的爆价 来到1200美金 那但台湾好像才有 只有800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价差的部分 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 他可以留意一下 像冷热钢铁 那就是这个高新昌 其实最近也长很多了 像在2023的夜辉 然后中宏啊 春远 或是说到这个剩余的部分 他也是可以去留意一下 后续的发展 因为其实对来说 我觉得 接下来行情可能是 比较偏两大主流去做轮动 一个当然就是原物料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说不管是在 钢铁啊 或是通驾 甚至到涅驾 涅驾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像这个 电动车相宽的 因为要用到那个 涅库电池嘛 对不对 那涅的部分 其实就是在这个 美琪玛跟这个康普的身上 那其实美琪玛跟康普 这两天其实已经有涨上来了 那这个昨天是比较大幅的修正 但是我觉得 对面也是一样 涨多了 他初天修正 就是去观察他整理的 后续的表现 那大家其他可能像 纺织 也是可以留意的对象 那再来就是 今天其实撑盘的药角 其实比较偏常在塑化 因为像看十大全值 因为大门今天涨七十几点 那看十大全值的部分 其实今天涨比较多的 其实在这个台塑化的部分 涨了1.89% 也是创了近期的新高 那再像这个台塑的经验 也是创了新高 所以在塑化 钢铁啊 纺织 这接下来 我觉得是都有机会去 做一个原物料的轮动 那电子的部分 其实今天 看起来 比较没有 比较明确强势的 然后大家说有小族群 小族群 那是在这个 这个快充 快充题材的 这个 那个电源的管理IC 像这个通家跟伪权店 这个通家昨天是涨停的 那今天有续涨6%也创高 那236伪权店 今天也是有评新高 评这个之前的高点 那再其他像 MOSFI相关的 最近是比较偏整理 那MOSFI 我是一直觉得 很可惜 他们涨价的这个 强度 似乎一直没有办法 展现出来 但我觉得还是可以留 因为毕竟 整个相关的需求 明天也还是看涨 那当然说 我只要来说关心 就是之前的 前主流 很经人代工的 像这个部分 其实像这个联电 跟这个世界先进 其实在前两天 都有四处新闻说 接下来也可能要再调高 对要涨价了 对调高这个代工价格 那其实像联电世界先进 他们最近其实整理的 也算不错 也是在月线附近去做整理 那就是一样 就是看 因为这两天 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大盘 应该都是量数 因为像今天的估量 到目前也才2200亿 跟昨天的 昨天的2800亿的水平 其实差很多 那大盘今天我是觉得 应该要再强势的创高的机会 应该不高 应该就是在这边做个震荡整理 那当然是说短线 似乎算说大盘在创高 但是以操作来讲 其实我反而比较建议 大家会逢低去找买点 因为这边追高的话 除非你是追到那种主流中的主流 那连续上涨 要不然我觉得还是持续震荡 其实比较大 所以会建议压低买 然后这样子去降低自己的风险 其实会比较安全 好 那因为大家都想说 要压低买没错 可是很多都是一去不回头 那现在看起来 还刚开始在出声的 是不是可以把它说成是 像钢铁跟纺织 比较有这种意味 那像其实钢铁 就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已经冲出去的 我们就不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留意那些题材还在 明年有涨价机会 像我刚刚讲的 像这个东河 这个还有风新 这类其实他们最近是在整理的 这一类我就觉得 可以好好去做注意 因为其实像我不是 这两个礼拜都有跟大家讲能源股 能源股其实像昨天 应该说这两个礼拜 应该说今天是礼拜三 其实上礼拜能源股 是有走出一波涨势 就安吉跟元金 那其实大家会注意说 其实他们也是在下面整理一段时间 那其实我就去找这些 其实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结构慢慢转好 然后就找机会去做布局 我觉得这一类其实就会提高你自己的胜算 那反正那种持续去创高的 因为你看说 你说像这个 我们拿一个礼拜前 我们来看海运股好了 其实就是那个 长荣阳明望海 其实你说你要去追 其实真的不一定追得下去 那万一你追的时候 刚好是在昨天 那其实就是 就是感觉好像 好像是追错或是说 准备要讨大门的感觉 对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一起找这些 这些的主流股 像我刚刚有讲到连电 其实也是这一类 就是他们之前强势 然后这边整理 但是没有大幅的破现 然后题材还在 然后涨价的利多也还有 我觉得找这类去做布局 其实会比较安全 好 谢谢正好老师